主料,糯米100克,辅量,绿豆,红豆,红枣,粽叶,棕绳,一米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一到两小时,准备食材,糯米先清洗干净,用凉水烫两小时备用,将粽叶清洗干净,用开水烫一下备用,将准备好的红豆,绿豆,一米,糯米拌匀,一米,红豆和绿豆, 要先用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,将粽叶的头和尾紧去,去一片粽叶,折出一个三角,放入大好的食材,放入一颗大红枣,粽叶从上往下折叠,叠成三角形,用粽绳绑结实,将粽子放入电发锅中,至少要蒸两个五半小时才会好哦,烹饪技巧,包粽自食注意粽绳一定扎紧,防止煮食过程中拢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